再来看到 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牟利的暴行 持续受到国际关注 近日在首尔国际模拟审判大会的活动中 纪录片活摘的放映 引起法律界学子的震撼 他们希望能够共同制止这一暴行 来自日本 韩国 新加坡 印度 等超过7个国家的法律专业学生 目不转睛透过纪录片了解中共统治下 发生在中国的活摘器官犯罪产业链 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 受亚洲法律学生联合会韩国支部邀请 日前参加了在首尔举办的国际模拟审判大会 参与者项目策划活动 翻译了这部独立调查纪录片《活摘》 韩国法院审判官发表演讲 呼吁司法界人士 对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事件要敏感清醒 同时批评参与活摘的中共官员 至今逍遥法外 这是不正义的 持续了二十多年 作为法学界人士 面对这种现象要高度警惕 也是不能妥协的 像正在学习法律的学生们 介绍这样的话题 了解法律界面对多么沉重的现实 希望他们对此始终保持清醒的态度 早在2006年3月 两名第三方证人曝光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 同一年国际人权律师戴卫·麦塔斯 与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戴卫·乔高展开独立调查 并在2006年7月发表中共活体灾取 法轮功学员器官独立调查报告 以前完全不知道器官移植 也会以犯罪的警示发生 通过今天的活动再逐渐了解这些内容 今后我在促进国际问题的时候 会将这部分考虑进去 并树立自己的目标梦想 将自己培养成能够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人 与会学生们还表示 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强制活在器官 共同致力于终结这一暴行 新台电视台记者惊艳 韩国首尔采访报道